國主席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 由今年3月上任至今已接近100天 面對中國內地經濟放緩 以習李為首的領導班子 未有採取銀彈措施 以不斷放水入市場手段刺激經濟 反而是想透過多項改革 迫使內地經濟轉型 進一步邁向市場經濟 在習李的管治之下 內地經濟會否有一番新景象 暫時仍然是未知之數 不過眼前的股票市場 在習李上場以來近8天 就似乎沒有好過 由今年3月至今 相證綜合指數就跌了接近兩成 雖然如此 亦都不代表股票沒得玩 就正如剛才所說 習李致力透過經濟改革轉型 有些行業板塊都可以帶來憧憬 在金融改革方面 中銀香港等這類 與內地金融市場有密切關係的銀行股 可以提高一線 另外騰訊和聯想等科網手機股 就是新四化以下的受惠股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有關中國新領導班子的思維解讀 以及有甚麼投資概念的話 歡迎登入以下這個網址 瀏覽經濟日報的解救中國經濟轉軌系列 感恩 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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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